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猎王记》下 18章1到12节 昨天我们看到北国被亚苏帝国给灭了 那么《猎王记》的作者做了一些说明跟警戒 是一个神学性的说明 那北国的事情交代完了 接下来是南国 第18章第一节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和西亚第三年 和西亚是北国的最后一任王 在这个时候南国有一个新的王叫做西西加 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 亚哈斯我们之前读到 这个亚哈斯其实我们在之前读的经文进度里面会知道 他是一个很坏的王 那他的儿子西西加登基 我们心里面其实有点忐忑了 不晓得北国都灭亡了 那么南国犹大 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特别是这个邪恶的王的儿子 那他登基的时候 年25岁 很年轻 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沙加利亚的女儿 这个沙加利亚不是我们之前读过的沙加利亚 特别把他的母亲的名字写出来 一直到第三节我们才松一口气 西西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特别提到他效法他主大位一切所行的 这是给西西加王一个很高的评价 他就好像他的主大位一样 这样尽心的来爱上帝 第四节又让我们感到很惊奇 他飞去邱潭 我们看前面的各个王 好王都有加一个注解 只是邱潭还没有飞去 这里的邱潭指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所罗门王 特别为这些他所娶进来的外邦的妃嫔 这些公主所盖的 为他们的偶像所盖的这些祭祀的地方 这个邱潭 还有在整个国中 有很多的高地 有很多的清脆树下等等 也会有邱潭 那这里说他废去邱潭 要表达的是西西加王 在宗教改革 在整个南国犹大信仰的回复 做了非常的彻底 毁坏住相 我们有说这是石头做的 特别是指巴黎的住相 砍下木偶 这是亚瑟拉的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这里突然出现了摩西所造的铜蛇 这个故事是在民宿记的21章第4章第9节 就说百姓在旷野 因为抱怨上帝 那么有蛇把他们当中一些人咬死了 他们就悔改 哀求耶和华上帝 那么上帝就跟摩西说 你造铜蛇 把铜蛇挂在柱子上 那百姓只要仰望这个铜蛇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存活 那这个事件 它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信心 也就是说 百姓他们确实 他们知道 是因为他们愿毒神 就是抱怨上帝 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 是要让我们在这里死掉吗 那么他们知道 这是上帝的审判跟处罚 现在有一个悔改的动作 一个信心的动作 就是相信神所斥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仰望铜蛇 那有一些人 他会不会不相信 有可能 哪有这个道理 我被蛇咬 我只要仰望 跑来摩西这里 仰望这个铜蛇 那这个铜蛇 圣经说是要造铜蛇挂在杆子上 所以一般在人的想象里面 那个蛇如果是缠绕杆子 不会说挂在上面 所以比较是 这根杆子上面还有一根横杆 然后蛇挂在上面 比较是直观的想象 所以你看起来有一点像十字架的概念 所以他们所造出来的 现在他们认为那个样子 比较像是一个十字架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自己也讲了 就是说这个铜蛇在旷野 怎么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 其实它就是一个信心仰望 就得拯救的一个预表 那这个铜蛇 如果是摩西所造的铜蛇 到现在有将近八百年 本来是一个拯救的记号 是一个善意的 是一个美好的 可是到后期 人可能认为它有医治的果效 所以慢慢慢慢就把那个 信心从神的应许 你只要凭着信心仰望 你就得拯救 把那个信心变成 放在这个铜上面 这个铜块上面 因为到那时 以色列人 人像铜蛇烧香 上帝摆放的一个拯救的记号 居然变成偶像了 那当然有学者认为 应当不是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 但无论如何 他们会拜这个铜蛇的起先 就是这个故事 西西加叫铜蛇为铜块 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 西西加在提醒百姓 你不应该拜一个铜 你不应该把这个铜块神化 他不是神 当时候是上帝特别的应许 被火蛇咬的 你只要仰望摩西所造的这个铜蛇 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 如果你仍然相信神 你就相信神的应许 那么你就得救 是这个概念 所以西西加他非常清楚 以色列人 他们的信仰的危机 信仰的试探的地方 就是救探 西西加也非常清楚 纵使是好的 他们这个是摩西所造的铜蛇 他知道你敬拜 侍奉的那个心态是错的 他也要飞去 所以西西加在这里的改革 是非常的彻底 他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 有个很清楚的认识 那么这里就会让我们想到 可是他的爸爸是雅哈斯 是一个非常坏的王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好的信仰 也许作者就在暗示 是他的母亲 因为在这里特别把他的母亲 名字写出来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莎加利亚的女儿 这个雅比很可能 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妈妈 纵使他的父亲是雅哈斯 可是这个妈妈的教导 把近前的信仰传给了西西加 第五节 西西加依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犹大立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哇 就是说西西加他对于耶和华 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而且他全然的依靠他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这里说他专心的依靠耶和华 我的心里面其实很羡慕 我真的盼望我们一生 如果圣经给西西加王的评价 是他依靠耶和华 他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密 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一生 我们也可以从上帝得着这样的评价 从我们的孩子 从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这样的评价 我们一生专心的依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密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竟都很同 然后这里提到 因为他专心依靠神 那么按着神的应许 当然就大大的祝福他 带领他 那这里就提到说 他无论往何处去 竟都很通的例子 就是他背叛 不肯侍奉亚述王 还记得吗 在《立王记》下十六章 他的父亲亚哈斯 那时候第五节说 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丽的儿子 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 那这个时候 亚哈斯怎么样呢 在第七节 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烈瑟说 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 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他当时候 他不依靠神 他用自己的小聪明 看起来也成功了 结果这个亚述王应允了他 第九节 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江城攻去 杀了利逊 把居民奴到吉尔 当时候亚兰王跟以色列一起联合 来攻打亚哈斯的时候 他不依靠神 他靠自己的小聪明去找更北的亚述王 合作 就臣妇他 我当你的附庸国 我把钱财都给你 我是你的儿子 是你的仆人 你帮我 结果亚述王真的下来 把亚兰国给灭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亚述帝国的附庸国了 那在这个时候 西西加 他依靠耶和华 他就怎么样 背叛他 就是不肯侍奉亚述王 他就不要做亚述的附庸国了 而且呢 西西加攻击 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四境 从辽望楼到坚固城 这里是记载在历代字下28章18到19节 在历代字下28章16节 那里就提到当时候那个背景 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族王 求他们帮助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尤大 掳掠之名 非力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尤大南方的陈毅 娶了博士迈、雅雅伦、基迪罗 缩哥和属缩哥的乡村 庭纳和属、庭纳的乡村 井所和属、井所的乡村就住在那里 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始 大大干犯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等等 因为亚哈斯王当时候离弃神 所以上帝兴起以东 也兴起非力士人 所以有一些城镇被占领了 那因为西西加王依靠神 所以他首先就不再做亚述王的附庸国了 脱离亚述 再来他回去攻击非力士人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侍静 就是说把非力士人加萨附近 他的土地再把他夺回来 从辽望楼 辽望楼是哨站 辽望台 就是观看有没有敌人的 兼顾城 兼顾城是有特别派军队和士兵 在那里驻守的一个城镇 他的意思是 加萨市境辽望楼到兼顾城 这个哨站跟有士兵驻守的城池 全部都占领了 意思是讲 那么写到这里 灵亡纪的作者很特别 九到十二节 他又在把北国灭亡的一些事件 把他放在这里 西西加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第七年 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我们知道这段故事前面看了 对不对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这三年的围城 那你就知道里面是非常的惨无人道了 西西加第六年 以色列王和西亚 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我们说是用鱼钩 把他们钩去 把他们安置在 哈拉与戈山的哈勃河边 这个地点我们前面都稍微解释了 就是这个很北面的地方 就是很远离 以色列 并马代人的诚意 都因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原因是什么 他不听 违背他的乐 就是不遵守 不听从也不遵行 违背他的乐 就是耶和华 仆人摩西 吩咐他们所当手的 为什么作者突然又把 北国被灭的事情又斜遍呢 很显然 他要做一个对比 西西加王南国 有大 他们的这个王 专心倚靠神 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他专心倚靠神 他谨守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他听从 他也尊心 而北国呢 不听从也不尊心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两国的结果 是完全的不同 作者很刻意的 要让我们看到 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以色列国这个国家 是一个特别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胜败 这个国家的存续 完全在于上帝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离弃神 他们就完全的失败 他们如果敬畏神 专靠神 听从也遵行 那么他们就 神的保护保守 神的供应 神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 当作者写到西西加王的时候 我想他的心里面 一定是充满了感恩感动 所以特别再把 北国灭亡放进来 要让读者有个 有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 知道为什么北国灭亡 北国灭亡不是上帝没有能力 不是上帝的约失败 北国灭亡就单单因为 他们不听从 他们也不遵行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一开始提到说 亚哈斯是南国犹大 一个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邪恶的王之一 可是他的孩子西西加 却是一个那么样 敬畏神的人 当然圣经没有明说 不过学者推论 猜想跟他的母亲 有很大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就说求神帮助我们 也求神借着这个经文 给我们一点鼓励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 或者有些姐妹 可能你先信主 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在这种没有敬拜神的环境里面 你要去带领敬钱的孩子 不容易 但是我们看到 确实摩西的母亲可以 在这里西西加的母亲 她也做到 求神帮助我们 也给我们这个恩典 纵使在一个不幸的环境里面 抵挡神的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带出 敬钱的后代 第二个是让我们很惊讶的 突然又介绍到摩西的同舌 我们刚刚讲 它原本是一个 带来祝福的一个象征 它却可以被误用 成为偶像 当时候摩西把蛇挂起来 这个蛇就是一个审判的象征 然后被挂起来 挂在一个木头上 它其实后来耶稣自己 说明了这一个图像 就是人子也要被这样举起来 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 所以耶稣承受了一切的罪 好像百姓仰望那个铜蛇 为什么他们病就好了呢 他们的罪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被蛇咬是因为审判 他凭着信心仰望 等于是把罪好像归到 这个铜蛇的身上 归到这个摩西立起来的 这个铜蛇身上 他就病就好了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预表 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我们就看到 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分辨清楚 我们也会不小心 把神赐下来的好的祝福 或者好的象征 把它变成偶像 有没有可能 这个当时上帝吩咐摩西 造铜蛇的时候 他当然是要祝福以色列百姓 他们要通过铜蛇 去认识上帝的拯救 可是他们却变成在拜这个铜蛇本身 曾经有这样的例子 对不对 有一些非基督徒的家庭 他们家里也有圣经 可是他们认为这本圣经是干嘛的 是驱魔避邪用的 就摆在那里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样用 对不对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要查考他 然后把它好像透过查考研读 把它吞进去 把它吃进去 成为我们的生命 可是他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圣物圣旗 当然也有一些是无形的 比如说神祝福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工作里面得着丰富 得着肯定 得着成就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好像忘了去敬拜 祝福我们工作的那一位上帝 我们不小心就让工作成为我们的上帝 成为我们的偶像 让主管 让老板 好像变成是我们的神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求主使恩怜悯我们 真的很微妙 当时候的王都没有留意到这件事 可是西西加非常的敏锐 他知道 虽然这个铜蛇 好像是摩西所造的 是好的 摩西是忠心敬畏神的人 他所造的铜蛇会有问题吗 可是西西加知道 他不过是铜块而已 真正使人生命改变的是上帝 不是那个铜蛇 应当要相信的是神的应许 而不要把这个铜蛇变成偶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求神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时候不小心 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崇拜 错误的迷信 求主使恩帮助我们 像西西加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彻底的除去秋坛 会引诱我们生命的地方 我们也努力的分辨 不要让好东西 神所赐的祝福 变成偶像 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主我们的心中充满欢喜 看见南国有一个这么棒的王 彻底的理解你的心意 他不像之前的王一样 允许秋坛在他的国中 他废去秋坛 并且他也觉察发现 百姓竟然在拜铜蛇 而不自知 他们已经在拜偶像 主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 有时候也会不小心 把你所吃的祝福 好像有错误的理解 不小心让他成为偶像 求主光照联名 我们也看到 作者很刻意的 要帮助我们理解 国家强盛 或者我们生命的富足 在于我们真正敬畏你 跟随你的话 主求你是恩帮助我们 在今天我们就重新立志 要专心的依靠你 专心的来遵行你的话语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